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笨笨 随着N卡越来越强 电竞显示器的性能也迎来了再一次的飞跃 4K144Hz也像当年的2K144Hz一样来到了我们面前 不过受限于成本 目前4K144Hz的显示器依然价格偏高 贵的上万便宜的也要大几千 那么如果我实在是囊中羞涩 又想提前体验4K144Hz的显示器 怎么办呢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也许会有一个答案 今天我们要体验的产品是来自GStory的一款 4K144Hz的电竞显示器 GS27UHR 它的零售价为4599元 应该是目前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 4K144Hz的显示器 因为定位游戏 所以外观设计上 GS27UHR还是非常具有电竞范的 整机以红黑配色为主 脚架呈Y字形 支持上下左右以及阳幅角度的调整 灵活度很高 并且为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这个脚架还采用了金属材料 比较遗憾的一点是 这个金属材质没有显露出金属质感 通体的黑色看起来有点像塑料 接口配置 GS27UHR还是比较丰富的 拥有两个DP 两个HDMI 一个3.5mm耳机接口 三个USB3.0 一个USB2.0 比一般的显示器在接口数量上都要多 尤其是双DP和双HDMI的组合 这种配置我是第一次见 当然也有它特别的原因 这个待会再讲 这款显示器接口数量虽然非常多 值得点赞 但是接口布局 我觉得它存在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为了让用户使用USB接口的时候 能够更加方便的拔插 GS27UHR三个USB下行接口 安排在了显示器底部 这个没有问题 不过USB上行接口 也安排在了显示器底部 这就有点奇怪了 直接导致USB上行线连接PC后 会显露出来 从而影响整机的美感 显示器的左右和上边框都比较窄 但是美观程度并不高 首先这个边框一体性比较差 视角都有截断 另外就是USB接口的标注 实在是影响光张 我个人觉得这些接口可以不用标识 或者如果非要标识 可以用小圆点来作为替代 因为USB的接口标识实在是不怎么好看 OSD按键位于显示器的左后方 一次拍开 按键偏小 键层偏短 盲操作的时候体验不是很友好 产品经理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给这台显示器配了一个OSD遥控器 用遥控器操作起来显然就要方便许多 显示器背面有两个5W的扬声器 发声的位置就是这些小孔 一方面因为扬声器功率偏小 另外一方面因为它的发音朝向是背向用户的 所以听感不太好 声音偏小 音质也一般 我个人觉得这个扬声器其实不要野心啊 因为对于PC显示器来说 扬声器并不是刚需 小杰 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颜值控 对于产品的设计做工都比较在乎 GS27UHR这款产品在设计和做工方面 说实话不太让我满意 个人觉得这款产品在外观设计上还有许多改进空间 OK说完外观 接着我们说说这块屏幕 相比外观的平庸 GS27UHR的屏幕显然要给力的多 它采用了一块27英寸4K分辨率 144Hz刷新率的IPS屏幕 支持G-Sync和Friendsync 拥有DisplayHDR400认证 并覆盖了90%的DCI-P3色域 最高支持10匹特色彩深度 这个配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旗舰级 实际显示效果确实非常不错 我个人之前因为一直在用VA屏幕 所以换到这台显示器后 能够明显感觉到色彩饱满了许多 分辨率达到了4K又支持HDR 所以用这个显示器 无论是看4K电影 还是连接PS4 Pro玩4K游戏 效果都非常好 色彩养眼 像素细腻 前面也提到了 这款显示器最高支持4K144Hz 但是要实现4K144Hz 有个前提 那就是必须两条DP线 将显示器和主机连接起来 如果你只用一条DP线的话 最高只能实现4K60Hz 原因是显示器的DP接口是1.2的 最高支持4K60Hz 如果单条DP线连接的话带宽不够 需要两条DP线才能承载 4K144Hz的数据 所以想购买这台显示器的东西 一定要提前确认自己的显卡 是否拥有两个DP接口 否则的话 你将无法享受到4K144Hz的细腻和顺滑 受限于成本以及目前技术上的 再次期待 继续预定 然后再一次 钮 这 三 三 三 欢迎订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